2022年即将迈入尾声了 各地倒数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展开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为水晶球换新衣 澳洲雪梨也花费了数个月进行筹备 今年预计释放超过一万三千数的烟火之外 表演的主题将聚焦在原住民传统文化 跟对未来的展望 再过几天就是2023年 全球最受期待的跨年烟火秀之一 澳洲雪梨烟火今年准备盛大迎接 我们真的认为大家应该 这年我们都在过的祝福 这年我们都在过的祝福 所以这年我们已经增加了一点 今年的烟火除了将从港湾大桥 雪梨歌剧院和港口舶船上释放以外 还另外新增了四个屋顶平台 表演主题则会聚焦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 将播放八分钟长的投影向原住民女性致敬 而接近午夜时港湾大桥 还会化作巨大彩虹瀑布 以庆祝同志骄傲 跨年活动倒数计时 纽约时报广场上的水晶球也进行了门面整理 工作人员仔细地把192片新的水晶安装上去 今年的设计是由八个星星花瓣重叠而成的花朵样式 呼应这次主题爱的礼物 时报广场每年跨年晚会 吸引全球超过十亿人到现场或收看实况转播 一同庆祝 今年更是自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解除所有防疫限制 目前全美新冠肺炎的增长相对温和 不过季节性流感仍然相当活跃 专家呼吁请洗手戴口罩 并警告节日过后呼吸到疾病可能出现激增 同样是迎接新年 俄罗斯则吹起一股养兔宝宝热潮 光是在莫斯科对家兔的需求就大涨了十倍 不过把动物当成礼物送人 可说是最不负责任的一种礼物了 当地动物园表示上一次兔年 节日一过就爆发一股兔子退羊潮 不过今年也有俄罗斯人坦言 在总统普京发动的侵略战争持续进行下 很难安心过节 另外新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也让部分民众表示 节日采购变得更加困难 俄乌战争 新冠大流行 全球暖化和通货膨胀 2022年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好过 年底正好是一个反思 同时展望未来的机会 TVB新闻总和报道